主持人 好俚 吉他了 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先说明两点 这两点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他的反例就可以讨论了 哲学家很老实 他把他给出反例的一些 可能的漏洞 先说出来了 他不怕你去挑战他 他是说第一个 我们可能 很有道理的相信一件事情 可是那个事情是假的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对很好 你觉得可以 对不对 我们可能 很有道理的 有理由相信一个事情 可是那个事情是假的 这有没有可能 也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就我们可能有 有正诚的假信念 他这个 他讲这个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 他就倒了 就说 我们要求你的信念 是有道理的 可是这个理据 不需要强盗 保证你一定为真 这样清楚 就是说 我们一般计识 不压水那么高的 我相信你们知道 所以这句话 如果这句话还不是 不是 这个不是句话 这是一个片语 是说 我们有可能有 正诚的假信念 就我可能相信一个东西 我的相信是有理据的 不过 很不幸的 我所相信的是假的 他说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们允许这一点 如果你不允许 它的反例 就建立不起来 可是这个反例 这一点的假设 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不对 那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们有道理的 相信一个东西 所以我有道理相信一个P 而且呢 我有道理的 我从P能导出Q 这个是有道理的 假设 这个是有道理的 然后我们就说 我就有道理的相信什么呢 相信Q 同不同意 我有道理相信P 而且呢 我有道理的 真的 而且真的P可以导出Q 而且这个 我也可以导出来 然后呢 因此我对Q的信念 是有道理的 我如果有一堆证据 是有道理的 然后我从他 找出他那个逻辑 运含的结论 那我相信他结论 还是有道理的 P不一定是正确的 P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其实讲 P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本来justify belief 不一定是真的嘛 对啊 他只是说 你是justify 也不是真的 就是如果 有一个证据是有 这个证据是有道理的 我从那个证据 推导一些结论出来 那我相信 因此而相信 那个结论 那我这样做 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听起来 很无害嘛 对不对 这两点你同意 他的反例就来了 他的反例是这样的 注意哦 他反例是这样的 有一天呢 我们现在有个人 叫Smith Smith呢 就去找工作 他那个名字 我每次都忘了 中文是Smith 他喜欢举个另一个名字 Smith Smith呢 他Smith是什么 Smith 不管了 就S君 他去 他去找工作 然后呢 所有的证据显示出 其实是J君呢 拿到工作的 为什么呢 他去面试的时候呢 我看到 听到那个秘书呢 就讲电话 知道那个J呢 原来是老板的小舅子 然后等等等等 你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情形 把这个情形 说的证据有多强 有多强 你这样填下去 没有关系 就是说 他非常有道理的相信 J呢 是拿到工作的言 最好拿到工作的言是J 他有道理相信 这个有可能嘛 对不对 我听到他跟别人讲电话 他说啊 J没有问题了 因为他谁谁谁 老板已经行程 你听他讲一对话的事了 所以他已经 所以他有很强的证据来 就我们假定 他是有证据 这个假定 你说怎么才有证据 没有关系 你要有多强 才算有证据 你就捕他 他有多强 反正 他是justify 来相信 J是拿到工作的 这个没问题啊 J是拿到工作的人 第二个 他相信 J是拿到工作的人 J是会拿到工作的 第二个 他看到J呢 从口袋里面呢 掏出十个铜板 数数数 数完之后 又放回去 而且把口袋 通通掏出来了 他知道十个不多也不少 他看到了 所以他都相信 J呢 口袋里面 有十个铜板 因为他看到了 然后呢 他从这里 推出一个结论出来说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呢 口袋里面有十个铜板 听不清楚 他有 这有两个命题 就是J 得到工作 J 有十个铜板 板这个谁对吗 还是应该这个板 木子才对 好 然后 所以最后 我就说 我就答到什么呢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有 十个铜板 从这两个 我推出这个 所以J得到工作了 得到工作的人呢 所以这个推论是对的 这个 那个人吗 J得到工作 那个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有十个铜板 就是J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这样好了 J是 我更严格一点 J是 得到工作的 那个人 J有十个铜板 所以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有十个铜板 这个推论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相信我 真的没有问题 逻辑上是可以证明的 如果觉得有问题 我们可以 课后再表 好不好 这个是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的 推论是没有问题 他有没有道理相信这个呢 有 为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 他听了秘书讲话了 他看到 他在桌上的document 等等等等 这个他有没有道理呢 有 为什么 他看到了嘛 他套快要把回去嘛 所以从这两个得到一个证明 所以他相信这个是有道理的 他相信这个有道理的 所以他对于这个 这个是P 这个是Q 这个是R好的 所以他相信PQ 所以从P and Q得到R 所以他相信R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相信PQ是有道理 我们讲过了 如果我相信一个东西有道理 从他导致个结论出来 这个有道理的 所以我有道理相信这两个 因此我得到这个 相信这个也有道理的 就没问题 所以这个信念是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信念是真的 问题是 最后得到工作的人 是他自己 然后他老婆在 他上班前 把了十个铜板在他口袋 他不知道 所以他真的是得到工作那个人 口袋有十个铜板 那个是他自己 那个人不是 那个老板的小鸡 或者J 是他自己 所以 但是 但是他 因为他虽然很有道理 相信J得到工作了 但是 他几次有个 确实信念 对吧 这个理由不足以支持他 真的 因为这个是真的 所以真的 得到工作那个人 就是S君自己了 口袋也是个铜板 所以他相信这个命题 这个命题也是真的 而且有道理 可是你会说他知道吗 Gate也都说 当然他不知道啊 他根本不知道 其实口袋里面 有十个铜板 所以 他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可是我们不会说 Smith君 S君是有知识的 对于这个命题是有知识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例子 这个命题是真的 这个命题是正诚的 这个命题是有道理的 他对他有信念的 可是 三个条件尽管都满足 可是他并不是 具有知识 因此 接受这个反例 文章写完了 他的文章 而且文章 他文章只有三页 我会印给大家 印给大家的版本 只有两页 而且两页是几页 两个反例 他去一页走过 他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就把它加 就变三页 那这三页的文章 就让他成名了 以后 以后接触史上 就有Get Your Problem 然后 花了二三十年 到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太烦了 现在人对这个问题 慢慢慢慢 兴趣就有点 有点做不出来了 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反例 真的是对的 在六十年代初 他出了这个文章的时候 几乎支配了 美国哲学 二十年知识论的讨论 有一大部分的文章 都是 I know that big if and only for low 哪一个 我露了哪一个 我这哪一个不够 这三个是必要的 欠什么 我欠什么 我要改哪个 他这个contact sample 就推动了整个 六十年代 美国的知识论 的研究这个方向 至少开展出 另外一个方向出来了 现在大家都说 如果你觉得 他这个反例 是有道理的 问题就来了 这三个最多 只是必要 显然是不充分 那我们欠什么呢 应该怎么加呢 还是他这里有问题 他的假设有问题 我这文章会印给大家 摆在那个参考 图书馆的参考 参考书目那边 那这个就是 你们要想咯 就是要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例子 会使得你 那个有反例 另外有个反例 这个我们 我们待下礼拜 接这个反例 有个同学介绍了一本书 他说 101个有趣的 解决问题 就是 这个书 这个书 不知道第一版第二版 因为他会出过第二版 我记得 不管怎么样 就有同学说 他发现里面 很多有趣问题 他希望拿这个 当教科书 那我觉得 这本书的英文版 我有看 我有翻了一下 但是 就是我没有决定 把它当教科书 但是你们可以拿来看 其中一个例子 是这样子的 跟这个例子 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例子 不太好 我先举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有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 他要做个推论 我们还有别的例子 他没有推论 可是你要不要说 他有知识呢 就 有疑问了 我们给一个例子 是这样的 讲完我们就下课 你们都当做你们的 这个mental exercise 去想一下 我现在开车 开车 开车呢 就是经过一个郊区 比如我经过台东 台东很漂亮 很多这个 这个花东中古 那我们没有什么 骨仓这种东西 老外是有骨仓 我们开车经过花东中古 然后看到有些农舍在里面 所以呢 结果呢 看到一个农舍 然后呢 我们就说 这个假设 假设 远远的看到有人在放牛 那我的小朋友就问我了 这个 有一条鲁肉在那里 我说 这是一条鲁牛 就炒地上有一条牛好了 鲁 这个发音对我来讲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就牛 所以这个炒地上 有一条牛 那我就知道了 不然怎样 我开车经过看到牛 就有着牛了嘛 对不对 所以 而且我真的看到那条牛了 就 我经过 经过这个地方 那有一条牛 假设这样子好了 不会画 假设这样 所以 这条牛 你要问我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这条牛啊 看到了 从来没看过 真的牛 好高兴 所以说 这个是一条牛 我看到 就这条牛 所以你说 我知不知道 知道吧 对不对 不然你还怎么样呢 这个都知道了 当然迪卡尔说 当然不知道 不过 这个后面的话 我们说 一般来说 因为这个知道 可是你 可是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经过那个地方呢 被踪影包下来了 下面一个状况 是这样的 下面一个状况 是这样 现在 假设我们这边 有很多很多牛 很多很多牛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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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现在开始经过了 一样的 我说 接持一条牛 或者是说 我说 应该这样讲 应该说 要很小心地讲 草地上 有一条牛 我看到这个 草地上至少有一条牛 因为我看到这个嘛 这个也对 因为 虽然有很多 很多其他牛 但是草地上至少 我看到这条牛 我就说 草地上至少有一条牛 这个好像 我也算知道吧 对吧 很保守 有那么多牛 我说 草地上至少有一条 因为是这条 但是你现在设想状况 如果是这样呢 就是说 除了这条牛 是真的 其他牛 都是牛的看板啊 或者牛的这种 这种 这种 道具 但是我开车经过的时候 我刚好 我看到就这条牛 然后我就说 草地上有一条牛 你说我知不知道 你说我知道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 开快一点 开慢一点 我看到是这个 这个 我常常会说 草地上有一条牛啊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个 有个带里面 有个带里面 我放一百个 或者一千个橘子在里面 其实里面 才只有一个橘子 好 然后 你随便抽一个 这个话 要怎么说呢 好吧 这个例子先 把这些 因为先 先到了 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说一下 有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 有很多牛 在那里 你看到这个 你就说 草地上有牛 一个是说 只有这条 才是针牛 可是你也看到了 然后你就说 草地上 至少有一条牛 你也这样讲 那你觉得 这两个人 是不是都是有知识 但有人认为 就是说 在下面的例子 他直接碰对的 他不算有知识 因为如果他看到 别的东西 他当然说 那个草地上有牛 这句话 有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直觉 这个直觉 大家有不同的争议了 就是说 在后面那个case 你觉得那个人 到底有没有知识 我们下个礼拜 再来看 今天讲到今天的为止 下面就是想 这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充分 是不是必要 是不是 要加什么条件 才是变充分 还欠什么条件 那怎么改 怎么对付这个反例 是什么条件